我心目中觉得最爆烂的就是顺耳光能 9、6、8,他入了蓝筹 大家好像也有点想不到 不过就是见到股价走势方面 其实他都由低位,譬如10元升上来 其实都升了三成 星期五都有一升的 但是就出了一些阴烛 其实譬如说这一只 我心目中最爆烂的股份 你觉得今早开始追不追得鼓呢? 今早开始很难追 因为你见到他一对盘就已经是升5%、6% 就是说今天是高开的 反过来要小心一点 因为他由低位近期都是 虽然整个光伏板块 或者是一些光伏玻璃的股份 都是在低位抽升上来 但是他都真的升不少 就是说现价你对接近14元 你由低位升了四成这么多 由10元去到四成 所以你今天高开还去追 我觉得那个风险就会大了 因为就算你今天高开 你刚刚也是在三月的阻力位置附近 你14元又有阻力 15元又有阻力 然后15.5元又是阻力 所以如果纯粹是看着这个入指数的话 我觉得现价就不应该高追的 反过来你有货的 那些你最低限度来考虑 今天列口高开开市吃一半 是 反而会担心它即是高开低走 那你说被动息资金追得多不多呢 因为它占的百分比也不算很多 所以你以恒指追踪恒指也好 其中一些追踪恒指的ETF也好 其实你说的都是那几千亿的钱而已 几千亿的市买得多少呢 所以追就不高追了 反而在这些位置我会考虑或者建议大家的获利 现在